那我也順便跟大家看一下我的網站 以汽車的萊恩來講絕對也是不輸 不管是我老闆或者是萊恩 絕對是不輸他們的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的看 看這個Google的這個部分 你用手機的面板去查 我剛剛已經查了前兩項 但是前兩項可能因為這個時段沒有人在打廣告 所以他沒有跳出來 好那我就先給大家看一個汽車 這個汽車包膜的部分 它汽車包膜它現在出來的基本上是前三項 他這個就是他有跳一個贊助商廣告 這個就是Google它廣告 就是你設的點擊越高 它就會跳得越前面 假設它設的是一個20塊 上面的可能18再來是15 所以如果你想要衝到第一個 你就是變成說你要一直去試 假設你現在設20塊 但是你是在第三名 那你可能就要改設25塊 你會看你在第幾名 所以基本上前三個的流量都是不準的 它只是看說你花多少錢下去玩 你這個點進去 它就是要收費了 假設它設一個點擊20塊 你點進去它就是要付20塊了 那你說可以一直點嗎 沒有用因為Google它這個它是 它這個很厲害啊 有辦法去判斷說不是同一個 就是你短時間內你按一次 或者是你按100次 其實它就是只計一次 所以如果你今天這是你的競爭對手的話 你就是每個都去給它點 這樣它就是要花錢了 通常我不會做這種事啊 那我給大家看其他搜尋的頁面 搜尋新牛皮包膜 它這個部分它就是沒有跳贊助的部分 那它就是所謂的自然流量 它這是Google去認定你這個網站是不是有效的 你查汽車包膜我們萊恩就是在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小偽縮車的部分 第三個第四個 自然流量是動不了的 就是Google它去認定的 那它一頁裡面會有10個 那你看我一頁裡面上了幾個 第一名是我 第二第三 第四也是我 所以這個是一個 蠻屌的一個事情啊 前兩天我們的那個用SEO的銀銷師 他才跟我說 就一個專門做SEO的人來講 我網站有辦法弄成這樣 他們是會很欽佩的啦 那這個我也是 因為我不是專業的 但我也是花了很多時間下去弄 好那當然查的字詞不同 它跳出來可能就會不同 這是新牛皮包膜的部分 那如果你是搜尋新牛皮推薦的 那這時候第一名就是這個小偽縮車的部分 第二名第三名也是我 小偽縮線 感谢观看